7月20日,社交媒体热搜,又出现一个暴字 孙杨晒出结婚证与结婚照,正式官宣与张豆豆的这门婚事 这个消息瞬间炸开了锅,打得网友措手不及 孙杨是游泳奥运冠军,张豆豆是艺术体操女神 两人都身处体育圈,一个游泳,一个体操,结合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 有网友送出祝福,希望他们早生贵子,并希望孩子可以直接搞花样游泳项目了 事实上,两个人并非闪婚,体谈精童玉女,甚至是命理注定要走到一起 同样的圈层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 2022年5月,孙杨、张豆豆的恋情就被曝光 当时张豆豆发文疑似回应,心里藏着小星星 2022年7月,孙杨、张豆豆两人牵手逛商场正巧被网友遇到 恋情也逐渐浮出水面 后来两人又牵手回老家,同乘一把伞 且无名指都戴着戒指,疑似结婚 当着这个消息也闹得沸沸扬扬 但当事人并没有进行正面回应 2023年2月,网友在环球影城偶遇孙杨、张豆豆 两人穿着情侣鞋并高调秀恩爱 这一段恋情也算是对外公开了 2023年6月,孙杨在媒体专访中 大方承认与张豆豆的恋情 这也是孙杨首次在公开场合回应自己的恋情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是体现了自己的担当的 和其他体坛抗力一样,孙杨和张豆豆的结合也在情理之中 两人在大学时期相识,彼此的第一印象都不错 孙杨近年来深陷竞赛风波,人生事业处于低谷期 但张豆豆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孙杨作为奥运冠军自带光环 夺冠后也参加不少的综艺节目录制 在体育圈和娱乐圈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但是在他官宣这一消息后 体育圈的好友在社交媒体都选择沉默 截至小编发稿 仅三位娱乐圈的明星送上祝福 演员张子玲留言 恭喜孙杨和豆豆 祝福你们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演员黄晓明也留言,恭喜弟弟 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贾乃亮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一定要稳稳的幸福 也要成为幸福中的冠军 张豆豆这边圈子相对较小 北京奥运会蹦床女子个人冠军何文娜 为她送上祝福 恭喜我豆四个字很简短 但却能看出两人私下关系很清静 张豆豆是中国艺术体操队前运动员 现为中国国家艺术体操队教练 她曾代表国家队 参加过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 21岁时选择退役 张豆豆身材高挑,面容清秀 即使素颜依旧能打 也被封为体操女神 张豆豆虽然是体育圈的 但是颜值和气质不输一些艺人 退役后也参加了不少的综艺 值得欣喜的是 张豆豆还是很有观众缘的 2020年她参加的超新星运动会 节目火爆出圈 节目中 她以艺术体操教练的身份登场 但是娱乐圈的一众女爱豆 在这位教练面前黯然失色 张豆豆也小火了一把 2020年张豆豆获得芒果的邀约 参加了情感观察真人秀节目 女儿们的恋爱三的录制和肖亚轩 金晨、金沙等人一起担任常驻嘉宾 女儿们的恋爱三 节目中张豆豆遇到了 她的心仪男嘉宾于嘉义 于是两人上演了一幕幕 偶像剧中才有的桥段 张豆豆的生活圈比较简单 朝九晚五的工作 有自己的事业规划 对于爱情也有美好的向往 于嘉义比张豆豆小三岁 是个海归精英 两个本来没有任何交集的世界 突然碰撞到了一起 于嘉义有趣 爱玩、幽默 第一次见面就给了张豆豆一个惊喜 她打扮成工作人员来打去张豆豆 这种小浪漫也让张豆豆 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两人很快建立了好感 于嘉义是典型的情场高手 约会的过程 把张豆豆拿捏得死死的 两人尝试做一日情侣 一起在沙漠中看落日 一起冲浪 一起蹦击 网友们被这份甜蜜感染 观察员成丽莎 更是大呼看到了爱情的味道 但是张豆豆完全忽略了一点 两个人的成长背景 完全不同 圈层不同 爱情观也不同 于嘉义的未来规划里 也没有张豆豆 在一次谈话中 两人谈论起爱情观的问题 张豆豆做事非常认真 对于谈恋爱 这件事也格外真诚 她甚至是奔着结婚去的 更想要看到一个结果 而于嘉义在乎的 是两人相处的感觉和过程 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 玩心更重一些 节目组给出两人 一个艰难的选择题 对于家庭 爱好 工作 朋友四个选项进行排序 于嘉义个人的排序是 爱好 工作 朋友 家庭 而张豆豆 则完全相反 把家庭放在了第一的位置 女儿们的恋爱三 收官之时 金晨 金沙都选择 不继续和男嘉宾交往 给很多CP粉们 泼了一大盆冷水 在家长和观察员 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张豆豆选择去和于嘉义约会 两个人抱在一起 仿佛偶像剧照进了现实 两个人颜值出众 在节目里又上演了很多 偶像剧的桥段 所以也圈了一大波CP粉 尤其是大结局是美好的 也给了很多人做梦的机会 但是在节目结束后 两个人并没有走到一起 社交媒体也相互取关 张豆豆是奔着结婚来参加节目的 而于嘉义则是奔着流量来的 节目过后继续当网红 继续打造自己的精英人设 两个人本来就不在一个世界 张豆豆想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甚至放下了自己的原则 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 很多女儿们的恋爱3的CP粉 彻底破防了 他们甚至在张豆豆的社交媒体下留言 怎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我还停留在豆豆之前 参加的恋爱真人秀 大喜的日子看到这样的留言 不知道张豆豆会做何感想 张绍刚在 女儿们的恋爱3中直言 张豆豆可以找到更好的 让人想不到的是 张豆豆在参加节目之后 遇到了孙杨 很多人都在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希望两个人能早日举办婚礼 早生贵子 毕竟孙杨已经31岁了 正是号时候 不过在一片祝福声中 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有网友觉得孙杨配不上张豆豆 因为孙杨的情史并不光彩 有知情人爆料称 孙杨有私生子 孩子现在已经有9岁了 按照时间推算 孩子是在孙杨22岁的时候出生的 那时候他还在国家队 为了证实私生子传闻的真实性 知情人还爆出了照片 照片是几年前拍摄的 当时孩子还小 身边跟着一个短发的年轻女子 和一个上年级的妇女 生母身份引热议 随后 私生子生母的身份也被扒出 再往上引起热议 因为这位私生子的生母 被爆是孙杨的前女友叫李莹 是一名空姐 两个人是在飞机上认识的 孙杨主动追求对方 李莹比孙杨大很多 职业又是空姐 孙妈妈非常不满意 作为一个妈宝男 只能选择和对方分手 据悉 分手的时候 李莹已经怀有身孕 为了安抚对方 孙妈妈在李莹的老家 买了一栋别墅 让母子俩住在里面 每月打生活费 前提条件是 不再和孙杨有联系 也彻底消失在孙杨的面前 而李莹也确实守约了 其实 孙杨有私生子的消息 之前就被爆出来过 当时孙杨也回应了 称 谣言止于智者 但这样的回应模糊不清 很多网友都不相信 所以 这一次孙杨和张豆豆官宣结婚 私生子的消息 再次被扒出 不知道 孙杨会不会再次回应 说实话 排除孙杨的这段情史 和事业上的一些事情 她和张豆豆还是很般配的 可以用金童玉女形容 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 走到结婚这一步 也在情理之中 相信 张豆豆也考察清楚了 只要她自己愿意就好了 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最后 希望孙杨和张豆豆 早日举办婚礼 也能早生贵子 非常期待他们的孩子 是会选择游泳 还 是选择艺术体操呢